欢迎大家回来第316集的《只要有电影》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channel,希望大家可以subscribe 按一下小铃铛,另外comment,like,and share,follow我本人 和只要有电影在facebook的专页 今天继续和冯领强一起继续讨论这个 《仓老五少年》龚麒俊最新的作品 也希望他最后一部作品 听说他也开始了新一部作品的工作 就是这样的 上一集,其实我们讲到一件事就是 就是说话题拉到动画的本质那里 那这件事我真的想回应一下 就是阿强提出这件事 因为这件事都是我今次回看《龙猫千与千尘》 尤其是《龙猫》 虽然我之前都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今次我就很确立了 有一种这样的继续讨论 就是我几确定现在 即使是不单单在电影的范畴 在艺术的范畴来说 我真的觉得最伟大 以及最困难的一个岗位 就是《动画师》 即是《Animator》 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上一集 其实阿强也有说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要画出来的 那其实这件事就是说 是真真正正是从 其实艺术很多时候都是从模到有 但是那个从模到有 那个具体性 即是多年具体和抽象之间 我不会说具体是强过抽象 或者抽象比具体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整个过程的问题 即是说每一样东西 你都是要画出来的 我不知道你的风格是什么 但是你都是基于真实的世界 一定是 即使你的想象力 其实你的所谓的想象力 不是这样的 胡乱想想 而是那个想象力的基础 是在那个真实世界里面发展出来的 所以 如果一个好的 或者一个结出的《Animator》 他应该是对这个世界那种观察入味 即不单止是对周围世界实物的观察 即他要包含的knowledge 其实就是对人的观察 因为人 如果我们说做戏 戏剧也好 电影也好 有演员 演员他有他的input 他可以做出来 坦白说做导演 如果你有得陷阱 都是最top的演员 其实你真的已经是 不用付出 你真的会少了很多 但是Animation不是 你每一个细微的表情 每一个细微的动作 你都要因应不同的character 而去design出来的 而这件事我就觉得 其实我看这个 蒼露与少年 我一开始就觉得 第一次就是什么呢 就是真人 他昨天知道妈妈在祸害之中 就穿衣服 然后跟着跑出 跑出去那一下 他突然滑了滑脚 就是那一下我就觉得 哇如果你给真实的演员 他未必会滑脚的 或者滑的时候 就算可能真实的演员 他都会去contribute 这种东西 他自己的设计 我相信如果是我做导演 或者我做导演 或者我如果做导演 我已经设计了这个细节 我也要跟真人说 他要做到很自然 就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你作为一个animator 他设计这件事就很棒了 另外一件事就是 他在E出现的时候 他是被他两次下车 一次就是坐寶寶车 一次就是马车 那两下他特意都给一个close up 他下车的 而下车的神态是不一样的 而因为 为什么呢 是因为 除了交通工具不一样 是因为他带肚 带肚 我相信对任何一个女士来说 真的很害怕 很小心 那两个车的草量又不一样 尤其是要下马车 要按一按的 那个细节的位置我就觉得很厉害 而今次回看这个龙猫的时候 我就觉得 那两子汇之间的关系 那个年龄 就是那个捕捉 就是那个反应 全部都是 每一样东西都是 就是画出来 那我就觉得这个修围 这个敏锐 和势力的观察 坦白说我觉得 作为一个剧情的导演 我真的觉得是远远不及的 嗯 我 这么说 当然我不是真的 虽然有参与动画制作 我和我身边 他们真的下手去画 做很多实际上去描维 所谓动画需要的一些 keyframe in between 我不是做这些 不过和他们一起合作 或者一起去做事的时候 虽然你少不免都要谈 或者要去想 我是明白你在说的 那样东西 当然我 我就会觉得 电影有它很大的难度 但是我觉得动画那样东西 也都很微妙的 就算都说 可能在公其进那个年代 或者他们现在 手繪和电脑两边一起用 就是初老与少年 都用了很多电脑去帮 但是他也有很多 绝大部分都还在用手繪的认识 可能对以前来说 是很重要的 但是就算我们不是说手繪 因为手繪可能他真的 找人回来去画 这个技艺 坦白说我所理解 就算在日本也是很困难的 越来越 因为很多人 不再像以前那样 在手繪上锻炼得那么厉害 要倒入 是的 事实上现在也是有一个交替 在里面 究竟以前的那种工艺 会不会延续到来 但是这件事 如果我回应你 就算我把它回到CG动画 他也是有理解那种很困难的地方 就是 譬如我举几个例子 我举几个例子 譬如在初老与少年里 你刚才说的那场投场 他在火场那里走出来 有人将这一场和徽耀基 连徽耀基在宫廷那里冲出来的那一个 做一个比较 我不同意他那个比较的理由 不过就正如两种跑的方法 一种是他要表达 除了他的线条 由他的动作 他要表达的是一种憤怒 就是这个徽耀基里面 那种憤怒和憤恨 我不想留在这个 这么虚异的宫廷里面 就是这种事情 以至到可能在真人 在火场里面 你看到他的线条的表现 是不一样的 如果徽耀基他用了很多 很粗的线条 有点像毛笔 或者有点像用很多圆笔 很粗的笔竹 去做过一种窩 所谓情绪性的 和憤怒的事情 但是其实在 初怒与少年里面 他也给了很多曲线 或者给了很多描绘 他可能就算一些平民 站在那里 我冲出来看 他也是表现过的 他的技的方法 线条的表现 而他一直跑的过程 他那个动作之复杂 是的 我觉得 如果你做过 你就会知道 坦白说 就算我认识的朋友 除了我那位 曾经提过 死了的过身上司之外 可能真的你要做一个这样的照片 你要这样去执行 一样动态表现的东西 去到这么厉害 不是单单说 你画得好就可以了 而是有点像你刚才说 究竟你对我的手这样摆 另外一只手拉后多少 他的头会移动的幅度有多少 他的脚踏出去那一刻 究竟那个变化可以 牵引到后腿带动的时候 他会怎么走 这些混合在一起的东西 是一个很难达到的 技术上很难达到的要求 如果在那场戏里面 我就已经觉得 再不要说 用另外一个 我自己觉得也很厉害的 就是他有一场是说 真人听到有声音 接着他起了身 他爬了出去 他走出去的楼梯 坐在那里 看下去看到爸爸放工回来 接着阿姨出来了 两个打完招呼之后 好像有一些亲烈的东西 做了 就是石下之类 他就因为这样慢慢退后 如果你留意一下 那个动作 是退后的 蹦下退后 哪一只手按下去 就是后脚怎么动 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 有些人可能现在流行 说我们就是mokap 不一样的 因为我再举一个例子 他那个 譬如我刚才说 他退后的 他那个不是 他既有真实的地方 但是真实不会是这样的 如果真人真的这样移动 你就会觉得他很作作 他是一种动画上 才会有的势力表现 这个我觉得 如果放回在有一场 就是 火尾 他拿了面包出来 塗了一些酱料 然后跟真人说 你快点吃吧 他塗了那个过程 其实你看到他 如何拿面包出来 如何拉起那些酱料 拨拨拨拨拨拨 而且他的手指 这种美子是两只拿起了 这种莲花手 老实说 如果你真的 在一个真人的表演里 你强调这件事 那就变成了古装器 做了 是的 但是如果你在动画里 他就是一种 细腻的表现 嗯 因为他那样东西 就有某种 女性化 温柔的部分 就是体贴的部分 这个就像你刚才所说 他击倒了 以至到真人 他爸爸叫他 你不要去 你回去 那他就马上回头 拖走木劇 还要第一次拖不住 拖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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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想到他 如何穿那件衣服 这些是很难做的 而且这些 几乎我不敢说 但起码 其他动画 他不会太难 对 对 对 而且他是全个全身 因为他是整个动作做法 如果你是半身 大半身 大半身 也很难 你是半身 那你不用做下半身 他是整个人移动 你要整个人看结构的 带动的东西 你也要做 是的 所以他就算这样的 最难是什么 他跑不难 他穿衣服 穿褲难 所以我觉得你刚才所说的 那些 还要顾及快 年龄 年龄 而且你所说的 有一个关系 就是我和一些图示 他们做到 我哪里做到 我讨论一下 讨论一下 大家就是 因为你明知那些东西是画出来的 哪怕那些东西是3D动画也好 等于Pixar 他们的3D动画也好 你明知是 创造出来的 所以你给他多少的动作 其实就是他最接近某种东西的一个方法 如果我要他有生活感 那他一定会有时会被卡到 有时会因为某些动作出现了 而你觉得那种是一种生活感 这些东西就要有一个程度去摆进去 而我再举一个例子 等于千雨千沉 里面有一幕 我经常用这个来做 我自己的记忆印象很深 就是做一个例子 千雨千沉有一幕 他出了那个城外 跑下来的时候 那条楼梯是脱落的 是的 他跑下来的动作 其实我看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记错 那里有一两套这些跑的动作 是一个很注重动感的动作 去负责的 你可以看到 其实他的动作的摆蜂 是多的 就是这种摆蜂 可能如果相对 你一个很写实的要求来说 他比较多了 但是你又知道 他那样东西就令到 跑下来的动作危险了 或者他用手去平衡的表演 因为他的摆蜂多了而可信一点 而这种去到这样的细緝 就是他们很厉害的地方 他细緝到这样的 他一定要在楼梯里面 如果他做龚奇俊这级数 他就在楼梯里面 已经在想 他应该怎么跑下来 他怎么移动 然后Elimator 做了一个键 之后 他由键去整个 整个手的动作 那个节奏 摆蜂有多少 就是他做修正 来修正到他需要的那样东西 那我就同意你说 他们要很厉害 才能够到他们每个 每个决定性的这个位置 如果不是是做不到的 就是说 就算我的朋友 可能对他们来说 都画了很久 但是要达到这些高度 可能人家 他用数以倍计的时间 才可能会相似一点 就是类似这样 所以我同意你说 是相当难的 他现在这种 譬如 我刚才说的 移楼梯 又或者他里面 湯宇那一场 那种 那种 怎样 脚跨开 怎样 摆力 他的力是存在的 那个力是作出来的 就是你的手怎么按下去 然后那条鱼上面 那个质感 怎样给他回弹的力量 他们就天天在想这一样 你刚才说的那场 千雨千沉 我都想说 我看到那一段 其实在动作片 或者一类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 因为我走着 后面都有一点想 对吧 Spielberg最流行 由这个 奪保骑兵开始 然后说 全世界都在学 学到不好看 学到 你都希望是这样 一定不会死的 不知为什么 一定会 跑得比后面快 那些 但他那一场 第一 我觉得他完全没有强调过 那些东西 其实那时候 已经有了 有奪保骑兵 他都不要强调那些东西 当然那个级度又轻一点 就是他不是整个山洞 不是那种 但是我看到那种 我就觉得 因为 怎么说呢 因为我这次看下来 我就觉得 虽然是三部戏 这样跳 跳 我就找到他写 一个 一个小孩的成长 他慢慢去学习 其实我觉得他的主题 是很连贯性的 其实也是 在成长的过程里 你怎么去学习 很多东西 包括其中一个东西 很重要的就是 勇气 所以为什么他最初 用女孩子 我觉得用得很好 如果千与千尘 那男孩子 就完全有另一样东西 而且 安排那男孩子 是白龙 我又觉得很有趣 两个 白龙的温柔 其实是 接近一个女性 多一点的温柔 但是他有一条路 我觉得这些质地已经很棒了 特别去到那场 其实是千尘 去到那时 他已经开始慢慢 不是害怕得那么厉害 因为那些周围最可怕的 都经过了 但是他就知道 是危险的 而且他一吸口气 什么都不理 不停跑过去 即是那种的勇气 而他跑了之后 他得到那种勇气 他就可以 后面那些勇气了 即是由初初 那种死亡一变颈 都需要某种的勇气 他震了那些 我一定在这里工作 即是对那婆婆 那婆婆说 死都要 都不理那婆婆的反对 或者那婆婆很害怕 那种 所以 他透过这种情节 我真的觉得 那些设计 是很好的 是的 去到仓路也是 就是真人进去 其实他一直慢慢去学习 所有的一件事 包括其实就是 仓路更加多 之前当然已经有了 就是千与千臣会 就是对人的 那个consideration 对人的承诺 就是这样的 那千与千臣也有了 就是一直去到这里 然后去到 然后他看到 你这样的时候 原来 他控制一个世界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然后会感觉到 整个生命的 那个是什么 线帝还是坦帝 就是延续 Anyway 很厉害的 Anyway 因为 火薇是她妈妈 就是 那个明白了 然后他再接受了 夏子 到最后他叫夏子妈妈 就是 我就觉得 整个 整个 Korea 原来就是这样 一路一路这样 其实你说的 那种处理 仓路与少年 都有一模 就是他跑上去 英武 就是 军人 断 那条 他也是跑上去 那里就很快要想 是的 但是 我明白你说的 那里不是一样 好像 它不是制造一种 煽情 或者一种 感觉的效果 不是那样 而且我觉得动画 也不是娱乐效果 那里在动画里面 也是一个很好的 有一种说服 即是很好的一种表现 它令到那个动画本身 有说服力的部分 因为你说的那种 譬如他有勇气 他有一种不怕前面那种危险 在动画里面 其实我自己觉得 就等于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天空之城》里面 其实那个女孩 为了要逃避 被人追捕 他未曾认识的男主角之前 其实他爬了 出去飞艇的外面 他站着的位置很窄 一看下去 下面就是 天雲上的飞艇 所以如果你说 那个短片的效果 你就会感觉到 很危险 但是 他逃命 也要出去外面 然后 他跌了下去 他真的跌了下去 因为他们想捉他 他就滲了下去 滲了下去 他们就看着他 那么我们观众 初头看的时候 他跌了下去 然后我们才跌下去 看到有光 那么 那个光就令到他 变了原浮 他就不会跌死 那么 这些都是 我觉得那种危机感 危机感被化解到 然后那个危险 本身被强调了 就会出到 那个效果 因为他跟我们 如果我们反而是 反过来 如果是那个真人 在那个 飞机外围 那里 只有那么少位 然后他都不会跌下去 我们就会觉得 你狂 但是动画 并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动画的世界 那样东西再强烈很多 所以你一说 他跌下来 他的勇气跌下来 跟着 他的楼梯一路 一路走出来 一路烂的时候 我们就真的 看动画的经验 那样东西一变成Harrison Ford 那就没有效果了 那你说什么都可以 反而会变成这样的 我自己的理解 还有 是的 我看这些动作 我最恨的人 就是 香港也有 除了最流行 永远就是这样 吊着 两个人的手 就捉住 又受伤 又跌 我真的觉得那些 有很多楼梯 他如果是动画表演的 弱点可能去到 天空之城 他们那些 他可能都会有这些 但是那样东西 就是 那个年轻的力量 他身体扭曲的程度 是去到能人所不能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 很过瘾 会变成这样 那就是动画的徐梯 是的 动画的领域 是的 我觉得那样东西就是 他的独特性 他跟真人电影 一个最显著的分别 在这里 我觉得 所以我明白 我有些朋友 例如他可能是 很不喜欢有些动画 他太真实了 他太写实的时候 我有些朋友 不喜欢的原因 就是他可能觉得 动画不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动画的乐趣 应该是在 想像 是的 或者他令到你觉得 这样也可以 就是类似这样的 虽然我们都明知 那样东西是虚拟的 但是也会找到乐趣 而我觉得这种乐趣 就跟真人一样 就是我 比喻多一件事 就是说 如果 所以我觉得 拍张 有时的动画 转移到真人是不行的 就是说 如果真人在 墓子那里 醒了 而是故意画一场 他去小便 然后小便的时候 在小便的厕所 才看到 月光很漂亮 然后之后才看到 哇啦哇啦 这件事 是因为动画 我们才会觉得 咦 动画也会说 他去小便 小便的时候 看到月光 月光很漂亮 然后接着又 哇啦哇啦 整件事才会成功的 但是如果一真人 我就会觉得 很低能 这件事 为什么无端端说 他去磨练 你需要他去磨练才看到 月光 但是在动画上 他有lighting 他有不足 他有色彩 那件事 你不是用现实去比较 那件事 我就觉得完全不一样 即刻 所以 我同意一下 在这方面 是很有趣的 很有趣的 那件事 那件事 其实 我又这样看 这件事 我又觉得 龚麒进很神奇 其实他套戏 也是这样的 他一出那些就行 对啊 他真的很厉害 一出那些 不知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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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但是他每次又可以 可以 有点 还有 接下来到 哇啦哇啦 都很悲情 我就是说 我刚才 我们之前不谈的时候 我觉得 我也是因为看 《生物之书》的提醒 然后我就再想 对啊 例如他提醒我的意思就是 其实《生物之书》本身是很血腥的 嗯 其实他虽然 他的作者强调了 这个不是不同的动物来的 虽然很多 小孩子看 其实是比较大 因为他里面很暴力 很血腥 嗯 求生的过程很残酷 嗯 但是 他提醒了一件事就是 其实那些童话故事里面 说的那件事 是很残酷的 嗯 就是说 如果你和我家 其实是要捉了那些人来吃的 嗯 其实狼 当然他也会有一个演绎 就是 其实小龙帽 基本上这是一个性侵的过程 就是他觉得 甚至乎有一些 民间的故事是说过 那只狼太热了 所以其实是 将那只狼浸了下水 他就不会吃它们了 其实就是那只狼法情 就是作者的形容就是 就是有一些地方的小朋友是这样的 嗯 但是其实他就是吃它们 就是我们所知 那么我觉得 他提醒了之后 我就回看苍露和尾少年 想起 其实那些小鳥是吃人 是 那些娃娃娃娃 其实他在飞上天的过程 又会给那些螃蟹吃的 而那些娃娃娃娃 其实就是在之前 墓子又说 那场戏也是很经典的 真的是动画才行的 那男主角是骑上去 那些内藏都涌出来了 然后墓子又说 那些内藏是他们吃的 他们吃来飞上天的 但是你想想 如果你模拟一个真实 那些就是我们去语动 那些鱼腸鱼泡 那些鱼内藏巨大化了之后 他涌出来 盖住了 很年轻 不就是千语千诚 那些屎 是吧 是的 你真是吃屎 很辣的 所以我觉得那场 譬如他 湯元鱼 其实那些娃娃娃娃 是吃那些鱼的 吃完之后 他又要因为这样 才升上去 所谓的地面做人 然后那个过程 又会被那些鱼鱼吃 那些鱼鱼 那些鱼鱼又会烧 就是火尾烧完之后 也会掉下来掉死 他们又没有东西 一定要吃他们 我觉得他是 就是等于那些鱼鱼 湯人来吃 他虽然很卡通饭 但是对于一个小孩来说 他就会想象到 其实他是吃人 虽然这个是一个 就是 譬如那些鱼鱼 好像我们小时候 看《陶国屋》 这些故事里面 他是一种联想 就是他不是一种 直接要表现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他 你刚才说的 娃娃娃娃娃娃 我也觉得很有趣 就是等于那些精灵 如果你记得幽灵公主 他当然有很多精灵 那些精灵 是因为最后 那只神兽 被那些衰人 偷了头之后 那些精灵 全部都掉下来 不死了 就好像死了 我觉得就类似现在 娃娃娃娃娃那组 他都会给那些鱼鱼吃 我觉得这些位置 都是他 他是聪明的 就是那些东西 既有趣 但是你想真一点 是很惨的 他们 他又不是说 他又不会告诉你 我不需要表现 你给你看 就是娃娃娃娃娃娃 给那些东西吃的时候 会飙烂 但是实际 他是这样的生物 他说到那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 总之他一出这些 就很杀家 是一定行的 或者我都说 可能之前也有说过 最后一回合 我也想提醒 之前跟你提醒的时候 我觉得生物之书 有一件事 他启发了我一些东西 就是 譬如我有去教学 我不可以教学 因为我大过他们 千万不要误会 我那些什么 很厉害的东西 可以教别人 我大一点 不过我就在 那个过程里面 我发觉 我小时候 虽然我喜欢看 打斗漫马 和肉郎 马云成 他们之前会的东西 但毕竟我都喜欢看 模特小学 喜欢看奇异的东西 我觉得那里 令到我享受到 故事的乐趣 那个故事本身就是故事 那个乐趣就是 来自于故事 可能很奇思而想 有很多难以想象的东西 出现了 我觉得那种 带给我很大的快乐 还有我觉得 我可能和城市人 有点不同 我成长的时候 在乡村 所以我有时事 不是时事 因为没有办法 可以像日本 像公其进 或者大江拳三郎 去到日本 有很多很厉害的森林 我哪有可能见过这些东西 当然 我想象到 他说的那种 无法解释的世界 神秘 神秘的东西 我想象到 我虽然没有这么夸 但是毕竟我小时候 一走出去 一入夜 全村是没有街灯的 月光有多光 路就有多光 你当然会想 这个这么黑的世界 有什么呢 是会的 我看《生日之书》的时候 我也有提过 他有一个位置 我觉得很溃貼的 就是里面的主角 他要经历一些难题的时候 他毕竟是一个有童话框架的 工事 他要经历一些难题 那些难题 譬如举个例子 有两条东武桥 有两条桥 你要过到那里 才能逃避 让野落 但那两条桥 是有人看守的 你要解释了一个谭语 你才能找到一条正确的 只有一条桥 是可以过的 可能他给你一个谭语 你就要去想 我怎么解答这个谭语 那个主角就说 我听过了 因为他听过 所以他拿回这个记忆 就可以解答到这个谭语的情节之外 他还有其他 当出现了这些难题之后 他就立刻在想 我以前看过什么故事 我看过的故事里面 有什么人 经历过什么 他有什么难题 要解决 然后他就在这些故事 recall 这些故事的记忆 希望帮到自己 现在这一刻 这一个难题 而这一个难题 在生物之书里面 是会死的 是一个很严重的危机 我觉得在高其俊的戏里面 我始终想自己很享受的地方 就是 譬如我看《龙猫》 我特别想提起一场 就是 当姐姐晚上睡觉 她听到声音 她说高过头 看到原来《龙猫》和她的朋友 走到田击那里 不知道要做什么 她就和妹妹起了身 她有趣的地方就是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父亲不知道 是的 父亲在旁边做事 没有理会他们 这个我就觉得有趣 父亲不是睡觉的 是 他出去之后 其实父亲在做事 然后出去之后 《龙猫》就和他们 搞了一场大龙奉 令到种子变成了高虎 又拜 搞了一大龙奉 就变成了一棵大树 哇!很神奇 然后他们还趴到龙猫 用陀螺升上去的天 一起享受一下夜晚 然后接着呢 就到第二天了 第二天起床 像我爸爸好像 好像变成了他 但是又 是的 我爸爸有反应 不是说这件事是他们的梦境 是的 然后接着呢 他早上起床 一出来 哇!很棒啊! 原来那种子变成了 我觉得这件事 我真的觉得是一个电影的魔法 我想 我实际上 这些构思太遥远了 对于技术上 这些构思 因为我觉得 哇! 你是既有现实的一面 又穿梭在一种想象的领域 而且里面那个梁副小孩的经历 真的是小孩会相信的东西 是的 而且是小孩突然间发现的生命 是 是的 为什么小孩会喜欢看花牙 是的 就是叫你小过去 羊蚊头 是的 我觉得那一刻 正正是 在公其进的电影里 如果我们之前 最开始说上一集 不明白的地方 其实他也不明白 不明白的 不过你当作了那件事 就接受了他说的那部分 而我觉得 他最动人的地方 迷惑我的地方 就是 不可以解释的东西 才是有魅力的 不可解释的东西 才是我们真正想象力的传言 或者我们真正理解这个世界的一个方法 就是要知道这个世界有些东西 是不可解释的 然后那种不可解释的东西 才是 令到我们 可能去想 去接近的东西 所以一到这一回 我就说 如果说回 刚才我和李宝 同样是 说 死了落了死后的世界 那套 灵魂奇遇 即Pixar那套展示 同样是 他也是说 主角 跌了落去 Hunker 然后死了 然后去做一个再生的世界 而他觉得自己不应该死 那套戏我也很肯定 他是为了要呼应 这种情绪的问题 现在很流行的一个主题 他是开仙河的 就是 每个人 他在一个都市里面 如何去找回一些 自己生存的价值呢 但是你问我 他同样是有小的 弟弟哥要投胎 要去做人 不过他不敢去做了 其中一个主角 就是 我不想再做人 我不敢去 他其实是说同样 就是 真人 给伯伯 求个人 问他 那这样的世界 你想回去吗 一样 其实是同样的 但是你问我 如果在流行中 就是 我们要活在当下 我们要懂得欣赏 一棵树叶 跌下手的时候 那种简洁 宁静 单纯 我其实听过九万多次 你要做到 是什么 怎样为之 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 我当然知道 走出去会被车撞死 这个我告诉你 这个就是 Win Wanderers 是吧 是呀 就是 perfect days 骗我们的野人 活在当下 珍惜 听音乐 但他是清洁工 我觉得 如果是在 公其进的 动画世界里面 无论是 魔女宅急变 他里面那种 譬如 穿梭 魔女宅急变 也是吧 他为何骑着一枝掃把 他到他醒来 人们觉得没有问题 是的 他是女巫 他便会骑着一枝掃把 我意思 他的世界 根本就没有一个 很明确的 真实的世界 一个不真实的世界 他两者是 有连结在一起 有些事情是不可解的 我觉得这种不可解 才是所为活在当下的理由 因为有些事情 你不能够清楚领略到的 我意思 你对有些事情的失去 你对有些事情的伤心 好像 沧奴与少年说 妈妈离开了 你是要经历了一些过程 你要经历了一些事情 沉淀 然后跟着那样东西 通过了 你可以说这些说法很古代 通过了一些考验 一些挣扎 那你就会过到这一关了 所以我觉得他到最后 都不像完结的 他只不过就是战后 要回到东京 就是过了战争之后 我没有记错 是的 所以我觉得那是另一个阶段 他并不是一个典型的结果 他并不是一个典型的结果 对我来说 我觉得 如果我看《灵魂奇遇》那些 他其实是 他给了一个很圆满的解释 那个解释就是 你这样就会解决到 你里面出现的问题 而我觉得是解决不到的 这个我和你都说过 我相信这个就是 我又不是很喜欢 这个是西方和都方的分别 而是为什么 就是《灵魂奇遇》 其实这一类电影《灵魂奇遇》 这几年真的越拍了很多 是的 而且越拍越没有趣味 我觉得 拍什么老世界 然后又有很多不同的模式 我真的觉得《灵魂奇遇》 是越来越没有 因为他将所有的东西 都是尝试是从一个 可能这个就是西方的文明的 基础的问题 他完全是一种理性的方法 去解释给你听 特别今天所谓政治正确的年代 所有的东西 他都要摆在一个正规 一个框架底下 就是变成了所有的东西 其实是越来越正常的 所以现在的电影不好看 他没有了创意 是的 他没有了角度 而你刚才所说的 就是《灵魂奇遇》 我当然不知道 他的构思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 他那个构思 尤其是构思的故事 尤其是去到《灵魂》 他越来越 是的 就是那些故事 都已经不是在 所以他都是 其实 那个 你都说 可以说是套路 被他进来 那个二手世界里面 他学到些什么 但是那样东西 不是说 这一套就叫做勇气 这一套叫做善良 这一套就叫做生死 他不是这样 我觉得 如果回应你刚才所说的 可能我刚才说的一部分 他和《灵魂奇遇记》 最大的分别就是 你瓦拉瓦拉升上天 然后给一些糖果吃 所以有帽子出来说 那些惨了 他们吃了它 然后火尾出来放火烧 连瓦拉瓦拉都烧死了 然后真人就说 你不要这样 你连瓦拉瓦拉都烧死了 然后这件事过了 他心目中觉得那些糖果是坏的 因为他吃了那些 但是当他看到一只糖果 原来受伤 谁死的时候 原来这只糖果 给他解释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的时候 其实那件事是颠覆了他之前的事 因为他跟他说 他最初是跟一只糖果说 为什么你要吃它们呢 但是当他告诉他 这个是我们生存的 唯有我们用这样的方法 才能生存到 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实了 就是最现实的部分 那个现实的部分 是通过了一种超现实的方法 告诉你 其实现实是这样的 而那种不可解的部分 就是 你怎么能够跟一只糖果说 你不要这样 它们这么沉 不是这样的 你这样是解不通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才是求公跟他说 外面的世界就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越来越失衡 你可以建立回一个世界 没有这种东西 我的理解就是 但是我真人说 要出回那个世界 那个世界就是充满了这种矛盾 斗争 充满了烦恼 挫折 我觉得这件事情 不可能会发生在灵魂奇遇 难道我天天走在楼下 等一棵树叶 在我的手上 然后我再感受一下 这棵树叶 带给我什么启示 我觉得这些是 骗小孩而已 老实说 这些我真是良好听 我觉得很没意义 因为实际上 你不会因为看完这套 如果我真的有情绪病 我不会看完这套 灵魂奇遇记之后 我突然间茅室动开 肯定不会 因为那些东西 我还很恨别人 不敢跟我说 如果等于我的熟悉的同学 他们有情绪困扰的时候 他最恨别人跟他说 最正面的东西 你以为我不想 人家做不到 所以我觉得 没有 我觉得我看公其进的时候 享受的 其实 可能是他 譬如为了《失物之书》 那种既有童话的地方 他有残酷的一面 但是他用一个方法去告诉你 你要这样去学习 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继续下去 我觉得这个可能 也是他说 小时候他们 如果说大家很喜欢 一个少年毒物 你想活出这样的人生 根据我理解 其实也是有这个部分 虽然故事是不一样的 都是一个鼓励一个少年 你如何去面对成长的时候 出现的阻碍、挫折 我估计这个就是 我想是我投入的地方 我不是很喜欢 现在可能很大路地去解释 例如他这样讲情绪化的事情 所以我不是很喜欢现在去生气 我完全没有影響 好 Anyway 正如我第一集所说 今年的新年 如果你再没有其他的电影 你再看一次 我再看一次 初步就算 我其实看了四次 是好看的 甚至 当然 看底试听 很多人不明白 我就试试看不明白 但其实你不会再想 不用想 你看一下 其实这个经验 很多电影都是这样的 你看一下 你就不会记得 你要去找什么 我觉得可能 最主要都是 你观众 如果你觉得有兴趣 你就再看一次 没有兴趣就算了 不要紧的 是的 我又不想说那么漂亮 那不是漂亮不漂亮的问题 而是 你纯粹只是看craft 都已经有时间看了 是吧 Anyway 好吧 那我们就留下一次 再说一些新的头部 下次见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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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